大家好 这份投影片将向大家介绍 110-2学期电子工程入门设计与实作的课程介绍 以及相关的课程注意事项 我是陈诗员 电子工程入门设计与实作又叫车车课 车车课是共会分成三个班来进行 包含周三上午班由张时中老师跟庄泽民老师带领 然后周三下午班是林坤佑老师跟陈俊鹏老师带领 还有周一上午班是由陈和林老师 卢一张老师以及我陈诗员来为大家介绍 那接下来就由我来说明 那我们的课程上课的地点统一都是在明达402 首先最重要的事情是有关第一周的出席 以及大家加签的方式的说明 那首先不管是各位同学已经有选上课的 或者是你想要来加签的同学 请务必要注意 就第一周的上课一定要提前准时的到达 那如果是有选上课的同学 第一周上课如果无故缺席的话 那这里无故缺席包含的是迟到或早退 超过20分钟都算是缺席 那学期成绩就会算F就会没有通过 那请大家要留意 那我们当然会在课程的一开始跟后面都会做一个点名 那确保有同学有出席 那如果没有出席的同学 我们会把名额让给想要加签的同学 那对于想要加签的同学呢 请务必在第一周的上课 在课程开始之前就要拿学生证 跟助教来做签到 那课程开始之后就不再接受签到 那以周一班的例子来说呢 我们是9点10分上课 所以请大家务必在9点10分以前 就先到明达402找助教签到 那拿着你的学生证 那9点10分开始我们就开始上课 那在这之后想要加签的同学 我们就不再接受加签的报道 那当然签到不代表就可以加签 因为我们的名额实在是有限 那当然过去的经验 有蛮多同学想要加签的 所以这个部分也先跟同学们说声抱歉 那我们的做法会是 在第一节课的休息时间 先会就有在我们9点10分以前 来报道的同学 然后做抽签 根据这些名单来做抽签 那我们会拿学生证抽签 所以请大家务必记得 期待你的学生证 那最后等第一周的上课结束 也就在以周一般为例 在12点10分下课之后 我们会马上确认加签的名单 能够加签的名单 那因为现场看看 缺席的同学的状况 或者是已经退选的同学的状况 那给予加签这样子 那我们会依照我们在 第一节课休息时间的排序 来依序地补 那当场会提供授权码 那所以第一周的上课 就是请不管是有选上的同学 或是想要来加签的同学 都务必留意 好那接下来就是针对我们这门课 车车课的一个概述 那首先是我们这门课的课程目标 那车车课其实是一门 所谓基石课程 Cornerstone的课 那为什么叫Cornerstone 这是在教育学理论里头的 一个蛮重要的架构 就是对于不管什么样的领域 其实它的课程 大概都可以分成这三类 有所谓的像右边这张图 从下而上 就是有Cornerstone 所谓的电基石 基石或叫储石课程 那另外中心的部分 会有一个keystone 核心石 那最上面会有个capstone 叫核顶石 那以我们的课 这门课来说 它是属于基石 也就是说在 你还没有开始盖这个房子 还没有进到这个领域之前 我们先让大家了解 我们这个领域 大概是在哪样的范围之内 那我的房子就可以在 这块土地的有限范围内 去把它盖起来 这样子 那核心石 当然就像我们未来 大家在大二大三会修的 三殿 还有公术这些课 其实都属于核心石的部分 那最后会有一个capstone 就是核顶石 总整的课程 那这个总整课程 其实就是像 大家未来可能会去修的一些 专题研究 或者是事实上 我们也有一门叫IoT的 物联网导论等等的课 都有点类似capstone的课程 那我们这门课 是属于cornerstone 就是让大家知道说 未来你在电机资讯领域的发展 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范畴 那所以这门课最主要 就是希望透过动手实作的方式 来协助同学们探索 电机资讯领域 那另外我们也透过这门课 希望让我们修课的同学 可以培养你们 可以主动学习 还有解决问题的这种能力 那我们的课程的设计 当然就是透过一系列的 引导式的实作实验 还有问题解决的专题 然后让大家来慢慢的 学习到这些 所谓刚刚提到的 主动学习 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那当然希望各位 可以在这个 这一系列的引导式的课程 还有实作专题里面 能体会到做中学 然后激发大家 主动学习的动机 然后也强化大家 利用这些电机资讯科技 来解决身旁 或是你面临到的一些问题的能力 那还有一些 希望提升跨领域的整合能力 那这是我们依照 我们刚刚介绍了 这样的一个课程的设计目标 所做的一个课程安排 那我们就是依照 学校规定的这个18周 把它做个简单的分割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第一周就是我们 下一个礼拜 2月14号开始上课的时候 我们会做的事情 大概分成几个重要的项目 一个是课程介绍 课程提醒 那有大部分的内容 在这份影片里面 也都会做介绍了 那另外会有大约 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会由庄泽民老师 会跟大家介绍 工程开发流程方法 那另外还有 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是和林老师 会跟大家介绍 演算法的简介 带领大家做一些讨论 那当然回去也希望 我们会提供一些影片 让大家做观看 是大家的作业 那另外在第二周 第三周 那当然这里的第三周 是因为228纪念日放假 那三个班联合 就是我们会统一都放假 那所以正式上课的第三周 其实是学校的第四个周次 那这两周 会是有军鹏老师 来带领大家做 介绍Arduino 然后还有是做一些 Sensor 或是像马达之类的 这些蓝牙这些东西 那再来在第五周的时候 是昆佑老师会带大家做 我们自己开发的 这个自走车的 这个车体的组装 那在这一周 当然因为开始就会 比较跟我们后面的专题 会比较相关 所以这一周 我们就会有一个分组 那大概是三个人一组 那这里有写 至少有一个人 会要能够使用C语言 那在第六周的部分 就是由我来介绍 这个循机控制的概念 那带领大家把你组装 出来的车子 然后加上了一些智慧 让他可以看到 我们给的黑线 他可以沿着黑线来走 这样子 那我们会希望大家 在课堂上就可以做到 可以做直线的循机 然后看到死相的时候 他会自动停下来 那甚至还可以 可以就是回头 180度的反转这样子 那我们当然也会有一些 Homework给大家回去练习 那第七周是由 易章老师跟大家介绍 这个系统设计的概念 那当然这边我们也会带入了 后面我们要大家做的指定题的 一些注意的事情 以及一些规定 这样子 那第八周是我们学校的 规定的温书假跟期末考周 一样三个班就是联合不会上课 那第九周的话 我们会就是让大家开始上台 做一个指定题的设计的进度报告 那这是大家整组 以组为单位上台的一个报告 这样子 那第十周是我们所谓的checkpoint 那这个checkpoint我们会设计一些checkpoint的 的机制跟地图 让大家去做检测 那当然这个部分我们会 会斟酌的算分 那所以也希望大家在checkpoint的时候 至少要能够达成 我们指定大家要能够完成的一些工作项目 这样子 好那第十一周的部分 我们会介绍自选题 那也会再邀请哲敏老师来帮大家介绍 创新方法与流程 因为这个部分就是大家在做自选题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些概念 跟从业界所体会回来 让大家知道的一些方法 那所以会对大家未来的直以来的发展 都很有帮助 那刚好以这个自选题当成一个平台 让大家练习 那第十二周就是我们正式的指定专题的展示跟竞赛 那这个礼拜当然最重要的 就是大家把你的自走车要调教得非常好 然后很稳定 那我们会有一个很大的地图 让大家去迷宫寻宝 那我们会用一个server 去让大家去计算成绩 看到你寻宝得到的成绩 在给定的时间之内 看哪一组得到的分数是最高的 那当然最高的组别 我们也会给一个小小的奖品 作为一个鼓励 那当然这除了我们利用这个计算分数的方式来 来做这个竞赛之外 当然老师们还有同学们 也可以做一些直性的评量 那这个后续我们也会再提供给大家 那第十三周就会针对 指定题就到一个段落 那接下来就是focus在自选题的部分 那十三周我们就请大家会提出一个 你想要做的一个自选题 那这个自选题其实就基于你在前半学期 这六周学到的这些各个unit里头的概念 那以及你在做完指定题之后 所发想出来的一些主题 那这些主题当然不限是车子 那这个后面细节我们后面也会再说明 那最主要就是你 组内自己去讨论发想出来的一些主题 你可以在这个礼拜先提出一个proposal 然后简单的时程的规划等等 那第十四周十五周我们就是请邀请大家 就是轮流各组轮流上台 做个进度报告 或者是你对你遇到的问题 可以做一些呈现 那大家一起讨论这样子 那十六周是校定的期末考 一样我们就没有上课 那十七周我们也不上课 那但是我们会加开open lab 让大家有更充裕的时间 以及助教的协助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原定的上课时段 就只会开open lab 那再加上我们原定 原本就会开的open lab给大家 那最后十八周的时候 我们会在六月十五号 有三个班四选题的联合展示跟竞赛 那六月十五号是礼拜三 那这个请大家务必先预留时间 那这算是一个正式的上课的时间 那是在六月十五号礼拜三的下午一点到五点 好那我们的课程的进行方式呢 就是三个班虽然会有三个不同的时段在上课 但是三个班每一周的主题内容 完全都会是同步的 那同一个主题也会由同一位老师来做授课 那所以所有的进度各方面都是一致的 那我们上课的方式呢 因为讲求十座 所以大概是三分之一 会是由老师来做一个解说讲解 那或者是做一些引导 那剩下三分之二的时间 也就是一堂课是做老师的引导 剩下两堂课 就是让同学们自己的动手实作 那当然老师跟助教 其实也都会在旁边 然后引导大家 或是协助大家这样子 那我们的地点上课地点 都是在明达402 那OpenLab时段 我们在课后都会另外再安排 那从第二周开始开放这样的OpenLab的服务 那我们OpenLab主要是在明达402 每个礼拜会开两个时段 分别是在周三 礼拜三的晚上 以及礼拜六的早上 那这两个时段呢 都会有我们的助教 至少会有一位助教在场提供必要的协助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同学们是 有自主学习的概念 就是自己可以找问题 那真的有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的时候 可以找助教一起来讨论 那而不是只是请助教来提供答案 这是我们这门课蛮重要 希望同学们学到的一件事情这样子 那OpenLab时段就是依照同学们 有空的时段过去就可以 不会点名 那也没有分班 那就是依照需要去做这样子 那另外我们也商请了这个 就是我们系学会的同学 就是NTU电器系的Makerspace 也会开放给大家来使用 那当然Makerspace 因为他们是由系学会在管理 那所以我们都是配合系学会 他们有高年级的同学 在微运的时间我们才开放 所以就是大家就依照Makerspace 开放的使用时段去使用 那原则上应该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 可能是在9点以前都会有 有同学在场 那会如果有需要一些简单的协助 他们可以协助 不过要记得这个时间 是只是让大家去实作 我们自己的课程的助教 是不会在那个时间在Makerspace 那所以如果是需要更多的协助的 我们还是建议 可以在我们开的OpenLab时段 来寻求协助 那请大家就是务必记得 明达402是我们的上课的地点 好那就是我们这门课呢 就是透过前六周的这个 各个unit 这些单元的模组 让大家学到一些基本的 知识跟技能 那接着大概花大概五周的时间 让大家完成一个指定题 就是我们的自走车 做迷宫寻宝的这些比赛 那另外还会在留五到六周的时间 让大家完成一个自选题 的自选的专题 这样子 那主题当然我们详细的规则 我们后续会在公告 那这个自选题 我们期末会有一个联合demo 刚刚已经有提过了 那这边再次强调 就请大家有休课的同学 请务必保留这个时间 它是一个正式上课的时间 那是在6月15号礼拜三的下午 一点到五点 那我们这门课的成绩评量的方式呢 如下总共分四大项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出席率的部分 那我想我们这门课是一个实作的课 出席率对这门课而言 是一个非常基本非常重要的部分 那所以我们也给了一个蛮高的比重 就是30% 那这个成绩呢 只要你都有准时上道课 基本上这个成绩都都是满分的 那但是如果你没有事前请假 那超过20分钟以上 没有在课堂上 不管是迟到或早退 都视为缺课 OK那所谓的迟到 就是限20分钟以内 就到课的这一种 或是早退20分钟以内 那这种叫迟到 那如果是缺课一次 我们就是扣学习成绩五分 那缺课三次 那就是这门课你就fail了 那再来就是作业跟工作基督部的部分 那因为我们是讲求实作 那又有分组实作的部分 所以我们后续也会再介绍 这个工作基督部的 如何的撰写 然后让协助大家做这个学习 这样子 那工作基督部的成绩 工作基督部的部分 每个礼拜 每个礼拜 助教跟老师都会上去看 那我们也会打分数 那这个分数呢 大概占学习成绩20% 那另外我们刚刚提到了指定题 还有自选题 因为它是一个4到5周 5到6周的这样的时程 所以每周也会希望大家要做一个进度报告 那甚至到最后也都有一个demo竞赛 这样的的event存在 那所以我们的算分分别 就会把这些东西都算进去 那指定题占30% 自选题占20% 那我们这边课呢 有三个班 那三个班各有一位 主要负责的大助教 周一班是介语助教 那周三班是 周三上午班是瑞福助教 周三下午班是声语助教 那就是如果有一些 跟课程啊 加退选啊 成绩啊等等相关的事项有问题的 可能都可以先联络 我们三位助教 那他们也会可以做第一线的协助回应 那如果真的有一些问题 我们也会 老师们也会一起跟助教们一起讨论 这样子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门课的一些介绍 那希望有让大家对这门课的 有进一步的了解 那当然请务必记得第一周的课程 请务必准时来到课 这样子 那最后也很欢迎大家一起来修车车课 这一步的课程 这一步的课程